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支持点 就是一个表单的验证 这个表单的验证我们首先说它的作用 它是对接收的参数进行一个验证的 进行一个格式的检测 我们通常可能是写一些EFELS的盘算 EFELS如果说你传的参数少 你EFELS写的少没问题 它还方便一点 就一个EFELS搞定 但如果说传的参数多 你可能整个比如一个添加的功能 你实际其他的代码就三四行结束了 结果你检测这个参数 你写EFELS写了二三十行 那看着这个代码就不认好 而且写EFELS写的很麻烦 以后来看的时候 看这个代码读这个代码 EFELS看一下 EFELS看一下 很麻烦 所以我们框架都是封装过这种表达验证的方法 基本上任何一个框架里边都有这种方法 都是这么封装的 然后这个验证的基本语法 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 在手册上有一个 咦 怎么变黑了 卡住了 然后到手册当中有一个验证 有验证对应来 里面有这个验证器 就所有验证相关的 可以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验证器 它叫做验证器 其实就是和控制器是对应的 我们一个叫控制器 所以它这里叫做验证 专门来验证的 就做验证器 其实也是对应的有一个内文件 它底层提供了一个sync下的 一个valid data这么一个内 来进行验证 首先我们第一种用法 它叫做一个独立的验证 就是说可以 直接像它接下来的正能代码这么写 就是先实力化 通过一个底关键字 实力化就对valid data这个对象 然后给它传个参数 传过去的参数 这个是一个数组 这就是验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核心的地方 要定义验证的规则 比如说我们接收到的参数里边 会有一个内幕属性 会有一个1秒这么一个字段 就有一个内幕字段 一个1秒字段 那我们对内幕字段 我们做的要求 就是它必须要有 必须要传这个内幕字段过来 要有值 不能是空的 那所以呢 这里写了一个require 这么一个单词在这 表示必须 这个字段是必须的 然后竖线 这个竖线是表示隔开 我除了这个字段必须要有之外 还要满足另外一个要求 它的这个max 表示最大的长度 25个 也就是说呢 写这一行代码的话 相当于我们做了好几个 一副要事判断 相当于判断一个一副 比如说我们的DoraParamas里面的内幕 是不是空的 判断它是不是空的 然后呢 还判断它的这个长度 整个这个字段 它的字符的个数 它的长度 比如说字符刷的字符长度 那是不是呢 超过了这个二数 也做了这么一个判断 所以这是呢 这一行就做了至少两个 你不要所谈判 然后接下来这个email呢 它也是不能为空 然后呢 它这可有为空啊 这也没写 写的是一个email 这个email代表的是一个邮箱的格式 其实呢 它的框架当中封装的 是给这个email 对应写的一个正德文和式 用正德去匹配的 那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名字 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字 你就写个email就行 就表示这个前面那个字段 它的格式必须是邮箱格式 所以就是给我们 节省了一部分代码 那这 所有后面的这些东西 这个require啊 这个email啊 这个max 这些东西呢 就是它验证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内置的规则 它直接内置定义好了 很多的规则 提供了一个名字 我们只要告诉它这个名字 它就去执行一部 这个以后要是判断的这种代码 它帮我们执行 就不用自己想 那内置的规则非常多 那这个呢 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把常用的几个 比如说你们既然我写过的这个规则 你就能去练习一下 然后呢 我写过的你会用了 你再去呢 可以去看下这个手机上 到底有哪些规则 它分别是按照的 比如说require是必须要有 这个字段必须要有 然后呢像float的话 这表示呢 必须是伏点处 然后呢不能呢 就必须是不耳直 等等 email呢是有限格式 require是数据 就这么一些要求 这是验证器 一个基本的语法 首先是实力化这个验证内 传一个验证的规则 然后呢真正要验证的数据的话 它这是手段是直接写出来了一个数据 我们通常呢是通过请求对象去接收了一个参数 接收了一个数据 表单提交 接收了一个数据 然后呢 接下来去验证的时候 前面只是定义好的规则 那接下来验证的时候呢 就调用这个对象的一个check这么一个方法 直接调用一个check方法 把这个要验证的数据呢传过去 它就给我们返回一个结果 返回的是个布尔直 返回一个布尔直 说force 就代表前面所有的这些验证规则 验证有没有通过 如果都通过了 返回结果就是除 就成功了 验证通过 只要有任何一个不满足 它就返回一个force 那所以接下来它这个判断呢 就是前面有加了一个区判 如果验证失败的话 那就返回只是个force 我们区判就变成除 就走到里边来 走到里边来呢 就可以调用这个对象的 一个getError的这么一个方法 去获取到是哪儿没错了 是哪儿没通过 比如说内幕字段是空的 还是说是email字段 它的格式不对 都会有一个错误信息 可以获取到 那获取到错误信息了 我们想要再拨错的话 可以自己写一个 像做了类似的Error方法 给一个提示 就拨错了 那这是一个独立验证的这么一个语法 就先留个印象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写 第二种方式呢 是用验证器的这个方式 验证器的这个方式 它是框架 框架上说 这是5.0推荐的一种方式 但一般情况下 我不会这么去写 因为单独为了验证 去写一个这个验证器的话 你得再去创建一个内文件 在内文件里 去定义它的这些验证规则 我是会觉得这样写有点麻烦 我还得单独再创建一个文件 单独去写 所以我一般是把这个验证 就直接写在框架器里边 就像前面这个 这就是直接写在框架器里边 你单独拿出去放一个文件 就是放在一个验证器里边 所以我很少去写这个验证器的方式 但大家也可以课外去尝证一下 就写这个验证器 需要单独定义一个内文件 你看这定义一个内文件 是明明空间 Use这个Sync下的一个Validator 然后定义一个User这么一个验证器 Essence继承这个Validator 和控制器差不多 定一个内文件 那它一般会单独 就是在我们模块的工作下 在创建一个子文录 叫做Validator 控制器是叫Controller 控制器是Controller 模型是Model 视图为U 在这个同级别 还可以再创建一个Validator 就表示是验证器 还有一个Model 这个暂时我们就先不考虑它 用起来有点麻烦 然后除了这个独立验证和验证器之外 还有一个验证 是一个叫控制器的验证 这个控制器验证呢 是指的在我们附类的这个控制器里边 在Sync的Controller里边 它封装了一个Validator的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控制器 用DoraZs的Validator 去调用这个Validator的方法进行验证 这个方法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一般呢 是用这个控制器验证和独立验证 这两个写法都比较好用 也比较直接 那它呢 就调用完联系方法 定义验证的这个 这是要验证的数组 然后呢 后面是验证的规则 然后它直接调用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反问结果 这个反问结果成功就是处 失败就是一个走串 一个错误信息 所以呢 直接可以判断 这个结果 如果不衡等于这个Validator的方法 就是失败了 它就有一个错误信息 一个错误 那么直接放锁就行 这是这个控制器当中的一个验证 那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去写一个这个例子 看起来啊 这个东西比较多 大家如果说第一次接触呢 肯定是很麻烦 用起来特别不习惯 第一次用特别不习惯 因为写惯了这个也不要死了 换这个呢 有点麻烦 那么看一下这个究竟该怎么写 我笔记上呢 有一个验证预法 那主要都是截图 然后呢 内置规则 我直接审阅了 内置规则太多了 看准色写 然后这个第三步 就是我们在商品的添加功能当中 去写个例子 接收数据 然后做一个验证 那具体的步骤呢 我们划分为这么一些 来看我写啊 参数的验证在这儿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呢 定义这个呢 我们这是一个独立验证吗 独立 独立验证 那首先 我们定义这个验证的规则 我单独写了 定义一个验证规则 一个入奥这么一个数组 然后数组当中呢 我要验证的 就是接收到的这些字段 那首先我要有一个商品的 那个名称 就是固子下文献内 这是这个表单当中的 这个字段 就是我们接收到的 这个字段呢 它必须要有值 必须要传来值 那我就做一个呢 它不能为空的这么一个验证 可以加上呢 后面是 建筑顿嘛 一个下标一个值 值里面放一个require 表示呢 必须 就必须要有 不能为空 必须传商品名称 还不能为空 然后对这个商品名称呢 后面再加一个 在这个下标的位置 再加一个竖线 可以去添加 它对应的这个中文 比如我改成的 这个商品的名称 这个中文呢 主要是在检测 不通过的时候 在那个报错信息里面 会用到 你不写的话 它就是说呢 固子内蒙 不能为空 那如果英文不好的 它可能看着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因为英文上 写的是商品名称 是汉词 所以可以这样的 对应做一个翻译 那第二个 我们对这个商品的 这个价格 那这就是商品的价格 也定义呢 一个验证的规则 就是商品的价格 它也必须要有 你必须传过来 那价格呢 就还有更多的规则吧 它的格式 必须是数字 而且价格 是小数 整数或者小数 都行 所以给它呢 第一个规则是float float这个规则 表示呢 它必须是浮点数 整数也是符合要求的 整数它也能验证过 小数也能验证过 但是如果是什么字母 什么的都不行 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呢 计体 大于 我们价格肯定是要 大于零的 或者大于等于零的 一计体 一计体 或者说这里写一个呢 这个大于等于 都行 一般呢 我是推荐的 写这个一计体 也这种 那后面 后面冒号 就是呢 含一个值 是大于多少 就这么去写 然后呢 那这个 goose number 这是商品的 我们叫数量 或者说商品的 这个库存 商品数量 它的值 require 表示呢 这个字段 必须要有 然后数量的话呢 必须是一个 正整数 对吧 大于零的 或者大于等于零的 用一个正整数 那正整数呢 我们用这个 interfer 这个单词 它的规则 就是这个名字 我们通常说 inter呢 是简称的 就取了前面三个 int 这是全称 然后它也要是呢 大于 比如大于等于零的 我们egt 零 验证这么几个 对这几个字段 做一个验证 我们就写这么几个 一个验证规则数数 但至于现在 只是定义好了 一个数数 还没有执行验证 那不着急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可以定义这一个呢 错误的提示信息 这个是可选的 你可以不写 它有默认的一些提示 比如说这个quire 就是什么呢 必须 或者不能为空 有默认的提示 我们这里定义自己的 这个提示的话 主要是针对 其中有一些呢 不太容易理解的 不太容易理解的提示 比如像这个float 或者是浮点数 浮点数呢 那如果 如果是非计算机专业的呢 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比如没了解过 计算机相关知识的 他看到你 你告诉他一个浮点数 什么是浮点数 对吧 不知道 那么定义一个呢 容易理解的 那就需要呢 对浮点数是在 good price 是这个字段 我们就先把这个字段写在这儿 然后呢 对它后面的规则 是哪一个规则 是float这个规则 这里有多个规则 竖先隔开的 那就对float规则拿过来 这里放一个点 float 就表示对good price 这个float规则 我们定义一个错误的信息 其实的信息 如果这个规则不满足 我们就提示他 商品的价格 必须呢 是整数或者小数 我们就给这么一个提示 那这个呢 一般肯定是能够看懂的 就这么改一下这个提示 其他的字段呢 可以用那个默认的 每个规则都有默认的提示 就不用改了 然后呢 进行验证 那我们得调用呢 得实力化一个 那个bally data的验证内 实力化这个呢 验证内 这个valed data 就dollar valed data 就等于6一个think下的valed data 又一个他 那这是呢 在我们think 你看他的路径啊 在think vp 在never think下有个问题 在这个内 也不需要大家去看啊 实力化好之后 实力化的时候呢 可以把那个参数呢 给他传过去 把这个验证规则 多了若 可以给他传过去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呢 可以把这个定义的 这个提示信息 给他传过去 如果没有定义提示信息的话 就可以不传 你没写就不传 就传一个这个规则就行 然后呢 再去执行这个验证 可以呢 用你的意乎判断 调用这个valed data 这个对象 实力化得到的这个对象 调用他的一个 这个检测的 一个check 这么一个方法 把要检测的数据传过去 就是前面那个paramnes 把它传过去 然后呢 结果呢 做一个判断 我们取个反 验证成功 就通过了 就继续往下走 就是一个除 验证失败了 就是这个foss 我们就走到这个意乎判断里面去 这时呢 这个验证 验证 失败 那首先我们验证失败 可以去获取一个 那个错误信息 比如说获取一个呢 我叫error的一个message 就等于 调用这个valed data 它有一个get error 这么一个方法 获取到了一个 自负设计式的一个错误信息 然后我们给页面一个提示 既然是有拨出的话 我们就不再往下 做添加功能 那就直接 多了这次的error 把这个error message呢 就给它提示 提示回去 就这么写 那这时候我们进行一个 独立验证的 这么四个步骤 先定义验证规则 再可选的一个 就是错误信息 然后呢 是实力化验证对象 然后再去呢 执行这个验证 那一个判断不错 体会体验一下这个效果 有点麻烦是吧 但是比一些 一副要素呢 其实要稍微好一点 代码要好看一点 然后呢 我们测一下 我现在假设什么都不传 什么都不填 商品名称不能为空 这就是检测到了 这个PoseName的 require这个规则 它验证没通过 所以给了一个提示 商品名称不能为空 那直到给它呢 填一个值 商品价格不能为空 再填一个价格 我填一个资模 再填提示呢 商品价格 必须是诊数或者小数 它就一个一个检测 只到所有的都通过 那这是数量 都通过的话 就操作成功 这是这个验证的一个实现 一个规则 一个规则 它是验证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用法 就是一个独立的验证 准备是一种可能性的鲜词 或者集合则 如果一项对它是遍的 我们继续炸风